请继续关注 曾世强解读道的经 现在很多人 其实对西方的政治也不是很了解 只是懂得皮毛 他就大话议论 说你看西方多好 有制衡的力量 什么叫制衡 天道就是最好的制衡 最公正 人的制衡 人经常有私心 你看 中国人最不适合的就是两党政治 因为你两党政治 执政党不管是谁一起来 在野党只有一个目的 日日夜夜 无所不用其极 想把你拉下来 西方人能不能两党政治 那是他的事 中华民族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我们必须要知道 大卫是天定 如果你相信大卫天定 你就相信有天道 天道他对每一个人都制衡 对动植物也制衡 所以老子在七十七章 他就来解释 天道怎么制衡 他说 天之道 其有张公义 张公是我们最熟悉的 因为我们有玄有功 怎么把公安在玄上 怎么样调整这个玄 使得这公射出去 既有利用了命中目标 中文最内行 是根据天道 想出来的 下面他又解释了 高者抑制 太高了 压低一点 下者举制 太低了 拉高一点 有余者笋制 那个玄太长了 把它缩短一点 不足者补制 玄太短了 把它虚长一些 那就好了 那叫什么 那不叫创新 那叫调整 所以中文经常调整 现在我们学习方 满口创新 没有必要 因为创新最大的问题 就会养成老背心 一种错觉说 新的都是好的 他就会喜新厌旧 喜新厌旧 就会造成浪费 造成夫妇的不和 造成盲目的追求新的 很容易上当 我们现在是盲目追求新奇东西 所以特别容易上当 天之道就是 有余者笋之 不足者补之 简单一句话叫做什么 笋有余而补不足 你看 所有的水 只要是满的 你不用去看 它一定流出来 你想进去 挡都挡不住 所以你让他们找求满干什么 满呢 就找损 满后面就是损 不满呢 不满就充胜 你看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到茶准 看哪个茶杯空了 先到 一定的 那你茶杯还没有 喝 还满满的 那我到什么 最后呢 最后冷了 冷了是你自己的事 谁叫你不喝 我们都是根据天道自然来的 老子紧接着提醒人们 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 以奉有余 那么老子认为 这种行为错在哪里了 人们又该怎样做 才是顺应天道呢 人之道完全跟天之道 几乎是相反的 损不足 以奉有余 你看我们专门去 欺负那些弱小的一群 去巴结那个富有的 其实这个 还不是老子真正的意思 老子真正的意思是说 你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的体能是经不起 那样子日夜忙的 但是你不在乎 你要把这些东西拿来换什么 换那个虚假的名 虚假的利 那叫做损不足 以奉有余 老子就问了 熟人有余 以奉天下 什么样的人 能够用自己 所多出来的东西 来奉献给天下 就是社会人群 谁 答案很简单 无一有道者 只有那些真正在行道的人 他做得到 你说不 现在那个从事公益里的人很多 大部分是假的 你去看看 美其民 然后来赚私利 是以圣人 无一而不适 功成而不处 所以圣人 他做了事情以后 他好像没有做一样 老子不反对我们建功立业 他完全不反对 他只是 不处就是不鞠躬 他把功劳让给别人 他不要 所以你看 历代的道家 都是国家有难 他就出现 稍微一平静 他就隐积了 他就不见 你看朱元璋 他打天下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有刘伯温 实际上还有一位 我们把他叫做周巅 就他疯疯癫癫的 他从来不告诉人家 他叫什么名字 后来人家只能打清楚他姓周 他就是老子的气概 你看老子就说我姓老 你们叫我说什么我都可以 我不在乎我的姓名 我都不在乎 我讲什么我也不在乎 你们自己学多少是你们的 跟我无关 朱元璋有烂 昨天就出现了 三两下子把他解决了 不见了 不知跑烂的去 你一有烂他又来了 太多这样的人 所以真正立功者有其名是一种 埋名隐信 把功劳通通奉献给别人的 那又是另外一种 这又符合义经所讲的 一应一扬之味道 各取所需 没有对错 没有好坏 他的结论一句话而已 其不易献贤 其就是因为 因为圣人 他不愿意表现自己 是很高明的 他不愿意 还是自自然然 无心最好 因为 有意种花 花不开 无心种柳 柳成因 我们 外面 越热闹 外面越有余 内心越空虚 内心越不足 修道人千万记住 要消解外面的有余 来充实 内在的不足 这个跟现在一般人 刚好是背道而驰 外面的有余 就是富贵 但是富贵 是要让你修道的 叫做修富贵道 而不是富贵 让你奢华 富贵让你炫耀 富贵让你摆阔 富贵让你 获言子孙 谢谢